外傭居港權終極上訴案 主審法官包括中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 常任法官陳兆海和李懿 非常任法官夏正文和梅思賢 審訊將會決定本港12萬5千名 居港七年的外傭可不可以申請到居港權 有外傭團體在開審之前 在中院外面聲援 他們希望能夠有公平的審訊 在最最起碼的問題是雙方法院在香港 我們經常問為何其他外傭人在香港 受到雙方法院受到雙方法院受到雙方法院 為何這同一同法院受到雙方法院受到雙方法院 令就律政司早前建議中審法院 在今次聆訊 受《基本法有關居港權的條文》 提請人大釋法 判決結果也都會將涉及雙非兒童的權益 其中一名雙非兒童梁敏琪 早前取得法律援助 由母親代表要求申請加入今次零訊 但代表律師要求在庭上陳述觀點被拒絕 首席法官馬道立說 已經有足夠的資料提供 所以不需要他們陳述 協助雙非兒童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蔡耀昌說 接受法庭的決定但感到失望 外傭居港權上訴案在終審法院開審 預計審訊3天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葉永賢